早在一周前的10月28日 英特尔就为玩家们带来了全新的桌面处理器 12代Corey Elder Lake S 其不仅采用了全新的10nm制程工艺 而且得益于架构方面的新变化 以及单核性能的巨幅提升 让其再一次成为了游戏玩家的不二之选 但要想发挥出全部的性能 新的主板DDR5内存以及Win11系统 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三要素 那他们究竟能为12代Corey带来什么呢 下面就请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从发布会上就可以知道 12代Corey处理器的主板插槽 已经从LGA12更换为了LGA17 同时对应的内存文件也加入了全新的DDR5 所以要想用上12代Corey 玩家们就必须更换相应的Z690或者是B660主板栽型 为此我们就收到了来自华硕ROG提供的 ROG Maximus Z690 Hero主板 以及ROG龙神2 360的水冷套装 首先从包装就可以看出 ROG Maximus Z690 Hero主板此次带来了多项升级 除了支持Win11系统之外 注入像PCIe 5.0 DDR5内存等也实现了支持 而作为ROG高端的主板系列 Hero的主体外观采取了镜面抛光设计 并配备了覆盖面积极大的散热装甲 以此用来保证散热能效 同时它还采用了20加1的供电模组和单向90A供电的组合方式 所以应对12代Corey在高频状态下的运行 这对于高端玩家来说简直不要太友好 除此之外由于CPU插槽更新为了全新的LGA1700 所以接口外形也因此变成了长方形 同时散热器的安装孔位也发生了变化 但不用担心 该主板除了支持LGA1700规格的散热扣具外 仍然是兼容此前的LGA1700或者是115X的散热器底座 这样一来又省下了一大笔装机费 而对于玩家最为关心的DDR5内存 RG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Maximus Z690 Hero主板 一共拥有四条双通道内存插槽 最高支持频率可达6400MHz 这几乎能使DDR5的内存性能得到全部释放 同时随着后续BIOS的更新 其也能获得更好的兼容性支持 另外Maximus Z690 Hero 不仅提供了两个PCIe 5.0x16的高强度显卡插槽 并且也提供了一个PCIe 4.0x16的扩展插槽 在保证了高性能的同时 也拥有不错的扩展性需求 而在拆掉散热片之后可以看到 其还提供了三个原生的M2固态插槽 并且都通过了Q-Latch便携卡扣进行固定 免除了用户拧螺丝的烦恼 除此之外Maximus Z690 Hero主板 还附送了一个有两个接口的RG M2扩展卡 其中一个也支持即将到来的PCIe 5.0 SSD 也就是说Maximus Z690 Hero 最多可支持五个MR固态接口 而距离CPU最新的PCIe插槽 还拥有一个全新的Q-Release显卡一拆键按钮 按住之后即可轻松地对显卡进行拔插 十分的方便 至于IO接口方面 Maximus Z690 Hero依旧是采用了一体式面板 但特别地加入了全新的Polymo动态灯效显示屏 通过特殊工艺可同时呈现两种图案 并支持动态流动效果 赋予了更多的可玩性 除此之外 其还首次导入了新的单层双目的导光压克力技术 在一组灯光套件完成两目Pattern发光切换 并附载动态流动效果 让发光能有更多的可玩性 而在具体的IO接口处 其一共配备了三个USB Type-C接口 其中两个支持雷电4协议 除此之外 其还有八个USB Type-A接口 其中六个为USB 3.2 Gen 2接口 两个USB 2.0接口 同时也支持了最新的Wi-Fi 6亿无线传输协议 至于其他方面 ROG Maximus Z690 Hero主板 还配备了多种AI属性 比如AI智能超频 AI智能散热 AI智能网络 以及双向AI智能降噪等 在保证了高性能的同时 又让操作变得十分方便 那说完了主板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一起搭配的ROG龙神二代360一体是谁了 但从配件上来看 其除了支持最新的LGA17X槽外 仍然是支持了此前的多种平台 而新一代的水冷头 也拥有了更大尺寸的LCD屏幕 除此之外附带的三把猫头鹰风扇 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000rpm 并支持PWM调速 应对12代酷热的散热完全是不在话下 当然其还额外提供了 用4个ARGB接口 和4个4PIN风扇接口的全金属控制盒 以此满足玩家们的RGB需求 至于其他的配置方面 我们选用到了英锐达的DDR5-624G内存套条 频率为4800MHz 硬盘为悉数的SN8501GB 电源为安泰克的HCG1000W金牌全模组 显卡为铭声的RTX3080Ti CPU为12代酷睿i9-12900K 那配件选好后 我们就简单的转个机吧 由于12代酷睿在新的Windows系统下 才能发挥出更好的性能 所以我们直接是选装了Win11系统 那首先就是关于i9-12900K的基准性能测试 由于其采用的是混合架构 所以打开CPU-Z可以发现 这个U显示为8加8核24线程设计 核心速度为5.0GHz 这一点相比以往的CPU而言 的确是大不相同 而在参数上 P核的一级数据缓存为848KB 一级指令缓存为832KB 二级指令缓存810.25MHz 一核的一级数据缓存为832KB 一级指令缓存为864KB 二级缓存为22MHz 但同时两个核心共享了30MHz的三级缓存 仅就参数上来看 i9-12900K相较于11代的i9-11900K 确实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堆料 尤其是在三缓上 直接是增加了14MHz 这也就意味着 其的游戏性能会有大幅进步 在具体的测试中 我们可以看到 i9-12900K的单线程得分为824.8分 领先了i9-11900K约19% 同时超越了5950X接近27% 可谓是全面领先 而在英特尔并不占优的多线程能力中 i9-12900K也获得了11468的高分 几乎是以32线程的5950X处于同等水平 表现非常优秀 然后是在Cinebench R23的测试中 运行在3019GHz的i9-12900K 单线程得分为1988分 但其多线程得分首次接近了3万达官 来到了27647分 同时其仍然是强于5950X的26116分 看来这次英特尔属实是把线程的优化调度完明白了 简介绍是3DMark的Time Spy测试 从测试结果来看 i9-12900K的最终得分为17808分 相比i9-11900K提升了约36分 相比5950X提升了约40分 而在Fire Strike测试中 i9-12900K更是获得了41182的高分 完全领先了i9-12900K和5950X 另外考虑到缓存的改动 我们也对搭配的DDR5内存进行了简单测试 可以明显地看到 持有4800MHz的DDR5相较于DDR4 虽然延迟高了一点 但整体的读取速度和写入速度都有明显的提升 而且利用率也是改善了不少 相信之后随着DDR5的优化调校 性能还会更进一步 最后则是压力测试 利用AIDA64单靠CPU20分钟 在ROG龙神2代360水冷的加持下 i9-12900K的核心温度仅为77度 功耗为224W 相比上一代的i9-12900K低温的同时 功耗表现也确实更为出色 当然这也算是英特尔全新的英特尔7工艺 所带来的制程福利吧 而此工艺相较于台阶电的7nm来说 在密度相当甚至更高的前提下 英特尔7并不会给CPU造成激热现象 而且无论是满载烤机还是日常游戏 温度表现都非常的低 另外我们还发现 在所有的测试结束后 此时主板VIM区域还只是温热的状态 更加印证了Hero这块板子供电的强悍 那测完了理论性能 我们再来看看i9-12900K在游戏中的表现 首先是在Cesco 1080p分辨率下 i9-12900K最高帧数来到了恐怖的1500帧左右 可以说是又一次的突破了历史 而其平均帧数也有800多帧 远远的是把5950X和i9-12900K甩在了后面 而在英雄联盟中 i9-12900K的平均帧率 也已经来到了375帧 相比5950X的330帧 大约多出了13% 相比i9-12900K的300帧 大约多出了20% 其次是在古墨灵暗影1080p最高特效下 i9-12900K的平均帧率为203帧 相比i9-11900K的176帧 提升了大约18% 也相比5950X的182帧 多出了约11% 最后是在刺客线条1010的1080p最高特效下 i9-12900K的平均帧数为115帧 相比i9-11900K和5950X来说 依旧是处于领先地位 除此之外 在测试了这几款游戏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 在室温为20度的环境下 i9-12900K的最高温度均没有超过50度 同时其的最高功耗也仅在50-70W左右 看来i9-12900K的温控和能耗表现仍然是出色的 而能有这样的表现 完全得益于英特尔对于12代酷睿的封装技术和散热方面 都进行了特殊油画 不仅对于Di的厚度和铅焊层的厚度都进行了降低 同时也增加了CPU顶盖厚度 进而增加了热容 让CPU的热量能够更好地散出 并且在负载结束之后立马可以实现降温 而这也就只有IDM模式的英特尔才能够做到了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i9-12900K大致的性能测试了 由于时间有限 所以关于12代酷睿的超频性能 这里就不过多展示了 其实从以上的结果中就明显可以看出 得益于全新的混合架构 以及在DDR5内存和W11系统的加持下 其完全称得上是目前游戏性的最强CPU 但要想获得这些 最为主要的就是选择一个性能够强品 就够好 各项表现都要出色的主板才行 而此次所用到的ROG MAXIMUS Z690 HERO主板 就具备着这些属性 当然由于12代酷睿的整体发热量 与前代产品区别并不大 所以如果你不想更换散热器的话 也是直接可用的 但需要简单的更换一下扣具 而如果你是之前购买了华硕的水冷用户 那么现在就可以去微信ROG会员小程序 申请LG1700扣具 好了以上这一节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k强 我们下期再见